明明美國有資格接種疫苗的民眾都能打到疫苗 但就是有人不肯接種 眼看Delta變種在讓美國疫情拉緊報 拜登祭出一系列軟硬監視政策 身為全美最大的雇主 拜登先要求聯邦雇員通通打疫苗 他也呼籲地方政府給甜頭 拜登刺激疫苗施打 無所不用其極 因為專家說Delta變種 傳染力跟水痘麻疹一樣強 以色列引述最新數據說 輝瑞疫苗對Delta變種的有效保護力降到39% 因此領先全球8月1號起 為60歲以上長者打第三劑輝瑞疫苗 與不驚人死不休的狂人總統杜特地在放話 不打疫苗不准出門 還嗆這句話 向來作風強硬的杜特地 狂語錄再添一筆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